空 這裡面的橫畫 通常在做的時候 我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粗細傷的差別 細粗粗細傷的差別 不然有些字看起來其實有點單調 如果你又不做上一些粗細傷的變化 它看起來會覺得太均勻 古有兩個寫法 看你要寫哪一種都可以 就是再推再推再撇那 當然也有些就是一筆畫就生過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古雅 因為跟現代的字不太一樣 很多人在寫字的時候會有考慮到這個 就是說要寫跟現代字不一樣的字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高大上 沒看過 傳日的話在椅音碑是有出現的 它把人寫的比較高 右邊呢它降的比較低 做一點粗細傷的變化 前面齊鼻 偶爾也記得一定要方一下 因為方一下看起來也比較有影音的效果 上面左右拆開然後把耳擠進去 所以你要先大概想上面寫扁 這裡可以寫一術也可以寫兩術 在古代兩術是很正常 那現在我們都是一術啦 所以如果你寫一術呢 一術也算對阿 一術也算對 只是說這樣子寫起來 就剛才提到 比較高大上 為什麼呢 因為現代人不會這麼寫 感覺好像比較有學問 寫跟現在不一樣的字 感覺比較有學問 不過我覺得這裡有一點無聊啦 我倒不介意寫的跟現代字一樣 我覺得因為書法寫的你越來越少了 如果搞得大家都看不懂 老實說你寫錯字 有時候也怪怪的 所以書法有時候 很多人都故意有點脫離現實 造成一種古著的樣子 可是換一個方向來想 這樣看得懂的人越來越少 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應該是吸引更多的人進來 而不是把更多人往外推 讓大家都看不懂 覺得自己好厲害 可是大家都看不懂 大家都不想進來了 你把書法弄得很玄 大家都不想進來了 因為不會寫 大家也看不懂 不過很多人對書法都還是有點憧憬 我覺得 不要騙這些想要入門的人 把書法講得很高大上 好像全世界最厲害的藝術 不是他只是藝術中的一種 他有他的優點 也有他的缺點 不用把他講得很玄 玄之右玄 玄之右玄 他就是寫字嘛 在魚齁 魚在堆在上面的時候 這裡常常會切齊 這其實連楷書都會 下面似乎不需要再突出來 連楷書都會有這種情形 這裡會橫畫很多 所以你要做一點筆觸 好不然會覺得說這邊的線條太一致 這裡的線條特別多 都是筆畫 遇到這種字稍微有點耐心 因為筆畫一直在重複中 所以最好是做一點不同的筆觸 有時候比較毛躁 有時候比較溫潤 有時候比較破 有時候比較完整 有時候寫字我會故意寫的破 是因為想看出有點金石器那種風化的美感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文雅 會覺得說是不是破過頭了 所以這個就是藝術 所謂藝術就是每個人對他的看法會有一些不一樣 有些人贊同有些人反對 有人說這樣寫起來不文雅怎麼破那麼厲害 有人覺得這樣子都破得不夠應該破更多 每個人對藝術的看法會有一些差距 通常寫字是表現自己想要寫到的藝術的標準 自己的標準 那有人學寫字就會問我怎麼知道我自己寫字的標準是對或錯 他說我這樣寫是對或錯 其實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藝術就是十個人來講十個人都有意見 那個人覺得這樣太那個 那個人覺得這樣太那個 這個人覺得那個太樣子 有人覺得這樣很好人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就變成每一種方法你都要去試 所以我常鼓勵說大家要多靈鐵 多靈鐵的目的就是看這些偉大的書法加上怎麼寫字 當你學的越多你犯錯的機會就會越少 因為你見識越廣 你的犯錯基地就越低 那如果你只寫過一個碑 那你就說這個碑就是天下無敵 就是全世界的標準 那肯定會錯 因為你只看到其中一個部分 就像我們講說那個蝦子摸象的意思 你只看到摸到大腿就認為象是一隻柱子 那肯定錯的嘛 所以為什麼要學很多字體 就這個原因 那歷書呢 歷書不要一直寫碑 歷書有機會一定要寫清朝人的歷書 因為清朝歷書是鮮活的 那碑呢是死的而且殘破不全的 所以如果你要從碑去學到一些筆法 有點困難 因為它實在是不清楚 而且工具性又不一樣 它是科實你是毛筆 所以你要從清朝人 清朝很多寫 歷書的人都寫得非常棒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要試試看 然後再從裡面所學到的技巧 來淋這個漢代的碑 這樣你的技術才不會有問題 否則你只寫碑會寫得很奇怪 因為你不會就會亂寫 像我自己在寫 雖然跟碑看起來不太一樣 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想法就供大家參考 它並不是說 唯一這樣寫就最對的 或是這樣寫保證是最沒的 並沒有辦法 藝術就是沒有辦法保證 同樣的做出來的效果就不一樣 好 這個我寫扁 真的是扁中帶扁 那我這一次我三個點 點的差不多 為什麼差不多呢 我想讓圓的下面那個撇 做一個明顯的長短變化 就是這個長短 這個長短 長短變 所以我這裡就不伸長 因為那裡如果伸長的話就會 就會卡到下面的 好 扇 扇也有 古代寫法跟現在不一樣 古代寫法就上面三個橫畫而已 這樣就扇了 我還是刻意的把它寫中 往旁邊歪 往旁邊歪 好 庆跟那個愛字啊一樣 下面寫法很多 有一種是這樣子 這裡寫個心 那這裡再寫個鋪 那這是燕尾嘛 所以這樣燕尾就可以稍微有點 深藏 筆上面的還長 去 這個筆畫一定要早點彎過去喔 在 影韵背裡面它就是彎得很快 而且 一直往旁邊走 這個筆畫一定要早點彎過去喔 其他的立書倒沒有彎那麼快 我覺得他彎得特別快 所以每一個字體喔 他一個個人的一種習氣啊 慣性 想習氣不好聽 要慣性 因為就是他的眉感的部分 都不一樣 飛 飛不要寫得跟楷書一樣喔 在立書的飛底下是幾乎都不太突出去的 那是正常的 跟剛才的席字一樣 通常都會接的剛好 那跟楷書不一樣喔 不用像楷書要兩根柱子伸得很長 好 好 這可能吸一點好了 不然下面那裡會拉太強 好 背這裡可以稍微加一點 粗粗細細細粒粗粗 寸寸的竹筆畫 前面還是放一點再走 反正已經背嘛 就是方多 也不是說圓少 它圓比較少 方比較多 方比比較多 方比比較多 一 這個其實有很多寫法 都對 只要古代出現的寫法 都對齁 還有些是現代的寫法 其實也都對 對齁 是 是的 已經被最後快結束的時候出現過 有點印象 那個 它是這裡是凸出去的 楷書是不凸出去的 但是它在背裡面是凸出去的 然後這邊是連起來寫的 那這是一彥 我就寫的比較強 靜 靜也是很多寫法 很多字都有很多寫法 而且古代字跟現在又不一樣 其實都可以啦 那你就背一個兩個 為什麼要兩個呢 兩個就萬一它今天突然 重複出現的時候 你還有東西可以變 背兩個 那如果老是背不起兩個 那也沒關係 就把它的粗細 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不要讓它去抓 抓到說 怎麼每次寫這個字 怎麼都好像電腦音出來 看起來沒有改變 那這樣不好 由於是 自己把照片調整 下次的導致 寫快 嘗嘗 積快 說 綠